好车与腕表是男人解不开的机械情节 一个反应外在身份 一个反应内在品质 当机械之美荣于一身 自然是备受关注 近日瑞士收华制表品牌与德国跑车制造商 在上海宣布全新合作伙伴关系 豆霄、Jeffrey、董佑林也是齐齐现身 共同见证新品卡莱拉系列 即是马表特别版的盛大发布 当晚豆霄选择了一袭白色休闲西装 内搭牛仔衬衫 搭配此次的全新腕表 更显示爱气有劲 而董佑林则以身灰色休闲装扮亮相 同样搭配了新款万表 活力酷炫感十足 参加此次发布的新品 两人也是立刻打开了画匣子 果然都是爱表之人 今天想要选择这一块 是TECORE E CORERA这个品牌 他们的一个联名款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限量 它拥有着一个44的表径 然后80小时的power research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就是这个计时码表 计时码表 计时码表 然后同时还有 比如说他们拥有赛车元素的一个红色指针 然后呢 还有这个地青路面的一个理由 其实会看我当天的一个行程 但是我基本上都会选择运动性功能强一点的 比如说一定要是有计时的 或者是一定要防水 那我会选择 像我今天跟豆硝哥的 我们用的是同一款的手表 但是我选择的表带就是保时捷车内饰的一个小牛皮 那对那我也喜欢这种表面大的 像我们今天戴的这个是44的 对 我还没有过44的表径 其实我也没戴过 我最大戴到42 我也是42 对今天就第一次 这个44表径在我手上变得很大 但它挺轻的其实 它很轻 而这两大品牌的强强联手 也让两位男明星十分看好 董优林更是直呼 这两个元素碰撞在一起 就是完美生活 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理念就是 不具挑战 然后呢这个勇往直前 然后呢也非常 这个有竞技的 非常的赛车感 然后呢同时也很年轻化 两个都是 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梦想吧 速度 然后跟时间 速度跟激情 然后车跟表 那这两个元素碰在一起 真的是 完美生活 时间永不停止 我们一永不止步 未来他们也将继续挑战自我 窦肖表示 自己将会在今年 继续自己的极限运动计划 而董优林不仅在音乐 综艺等全面发展 接下来也希望能接到 更有挑战性的角色 希望可以再一次 挑战一个雪山 因为去年没有时间去 登雪山 好酷啊 还有两个户外的 电影 不是不是 你一个自己要 一个是雪山 所以说希望可以 再把航海加进去 今年新的挑战 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的专辑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还在 那我今年会把我第一张专辑完成 然后接着做第二张 那我现在也正在学泳春拳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节目正在录着 就是一个泳春的舞馆 然后这也是一个挑战吧 第一次接触中国功夫 对然后今年希望 对因为去年因为角色 我把头发剃掉了 那希望今年我能够再找到一个 自己想挑战的一个角色吧 看好你们哟 上海报道